第一件事情我们先点一下这个网站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到Google 到Google之后呢 麻烦请先登入 登入 然后接下来 登入Google之后 第一件事情这边点一下 请切换到云端硬碟 因为我们是透过Google的文件来制作网站 到了云端硬碟之后呢 你在这个地方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每一个人都有15G 15G的空间可以使用 够你用很久很久 因为我的手机是用Apple公司 所以它绑的不是这个Google云端硬碟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几乎全部都是一些教学的文件放在这里 那也够可以让我放很多很多年的资料 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建议各位 因为我们今天做这个就是纯粹放网站的资料 所以建议各位先在我的云端硬碟 新增 新增一个资料夹 好 例如说 我啦 我是要做教学的网站 你自己去思考你要做什么网站哦 好 然后 例如说 我就叫做 然后 加个日期好了 2018 然后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里面呢 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们新增哪一种文件是做网站呢 答案叫做Google协作平台 这是翻译上面的问题哦 你就 你就 因为协作平台 他认为说一个网站是要大家一起群测群力来完成的 好 可是我觉得翻成那个Google网页制作可能会更好 好 点选它 然后接下来 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哦 这个地方 您的页面标题 当然就是 看你是要做什么 像例如说我是电脑教学嘛 电脑教学 好 电脑教室好了 电脑教室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地方 以后 以后这个网站就叫电脑教室 电脑教室 可是 现在是不是没有命名 没有命名 对吧 好 网页的东西通通没有存档这件事 当你离开之前 它会自动帮你存 例如说 我现在我就关掉了哦 我现在我就把这个地方关掉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自动都更新了 好 我就关掉 关掉之后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电脑 我刚刚没有存档 记住哦 在未来你可能使用云端资料的可能性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不用再存档了 反走过一定留下痕迹 好 快速点亮一下 你看刚刚做的内容是不是都在这里 好 电脑教室 电脑教室 这个网站的首页 你做完了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请先登入 用 先到Google嘛 然后先登入 然后透过那个云端硬碟 先去架一个新的网站 接下来我们先来观看一下哦 这个内容呢 我可能先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就是这个是首页嘛 首页我们能做的也很有限 举例来说 在这个网站里面 这个网站里面 我要不要去新增一个标志 因为 例如说你总要把自己的单位那个logo啊 放上去 或者是你这边可以新增标志 就是在这个文字的前面 多了一个图示 好 新增标志 那我们在 这个地方 我们就随便去选一个图案 至少 总比没有好了 例如说 我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重新上传 好 所以点选上传 例如说 我的图片 范例图片里面 我就选一个 例如说 企鹅好了 然后他就把那个图片哦 上传之后 放在这边小小的 当做是那个企业识别的一个形象 可以了解 就是你们单位是不是也有logo的意思 好 能做的真的很有限 所以我觉得还蛮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 你自己要是有兴趣 你再去学 自己也不用学啦 就直接到网站 直接善于运用网站的app 你就直接找logo 制作 然后online 或者线上 然后免费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可能三分钟就做完一个logo了 好 总比没有好 总比没有好 再来 就是这个底色 这个底色 你可能也可以透过这边变更 变更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选取 刚交过上传了嘛 上传就是本机的图片 上传上去 好 那当然总还要选取图片咯 请问选取图片 这个选取图片是选本机端还是网路的 网路的 全部都是网路的 而且这些图片 这些图片哦 您的相簿 请问您的相簿 绝对不是我的文件里面的图片哦 是您透过 例如说假设你用那个 Android系统的手机 不是里面有相机吗 然后拍了一些相片 然后是不是可以同步传到 那个Google公司的云端硬碟 那边您的相簿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网路的 所以呢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搜寻 通通都可以 那这边呢 他预设了几个 比较适合的 你搜寻 你要搜寻 对哦 像例如说我们这是横幅的底图 横幅的底图 所以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 我例如说我用 这一个好了 然后点选 选取 你看是不是就直接放上去了 我建议各位哦 它正在调整清晰度 你 你这个地方稍微等一下下 它就会变成就是比较漂亮的颜色 放上去 而且它会自动侦测哦 如果你现在选择的是暗的图案 这个字就会变把你色 好 那很抱歉 它没有过多的选项 例如说 老师我想要换成藏绿色 没有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 现在的线上工具 它希望你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那 网路的 网页的色彩 只有216种 所以它就 大概只能你选 要不是黑色 全部都黑色 要不全部都是白色 好 那 我觉得 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就已经不错了 当然你也可以 就是全部恢复到 通通都没有的重色 至少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看 好 我想这两个 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是板极端 它叫上传 板极端图片 它叫上传 然后 自己从网路上去找的 它叫变更图片 它直接就叫选取 选取图片 好 那我还要再继续讲 就是除了 这个你直接字是看到 应该就会懂的 这是一块 叫做横幅 横幅完毕之后呢 你可以插入一个文字方块 插入一个文字方块 好 那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写一段 很感性的话 例如说 那个 就是 努力 在努力 之类的 或者是 欢迎 欢迎大家 来到 那个 孙老师 电脑 教室 随便你要 看你要打什么字 OK 或者是 期待 期待 您的 例如说 回应 好了 随便你打 反正就是 你可以加这个 对不对 然后 接下来 你会发现 这一块 这一块 那 你也不用刻意的 去点别的 例如说 我这边 我去点 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例如说 我刚刚 那个 我的相簿里面 或者是Google 云端 硬碟 好 例如说 我去插入一个 这个好了 插入 插入一个 这个好了 这个图片 选到它之后 然后 选取 好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去插入图片了 那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 砍入 先跳过 上传 上传就是 把你自己的 例如说 随声碟里面图片 上传上去 通通都可以 好 那 你可能会插入影片 在下面 这边还有更多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什么插入日历 因为等一下 我在别页 再做 至少 至少我在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 这边放图片 这边 假设我也想要放文字 例如说 最新消息 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把这个内容呢 直接 搬过去 对不起 搬到哪里去了 这个 按住 是这边哦 这边 上面有一个 很多个点的 这个 按住 然后搬 搬过来 放开 它就放在这边了 那你刚刚最新消息 可能会放 例如说 那个 1月1月1月18日 好 Aaa 然后1月17日 BBB 好 依此类推 这样知道 大概知道我现在做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做一个简单的网页 这就是我的首页 就请你们稍微认识一下 把它做好 稍微做漂亮点 第一页 第一页 我们才花这些时间来做 因为第一页是最多 我们刚刚看到 你刚刚也看到 最多人来看的网页 就是首页 因为我们 我的 那个 QR GA 我是买在首页的 所以请你们花多一点时间来把首页做漂亮一点